飞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飞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1月22日 今天是礼拜二 报告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内容 我们明年 2020会有东京奥运 明年的东京奥运会有棒球比赛 大家都知道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我们在2017年也谈得多非常经典 很多经典赛的部分 那时候来开放call in 明年的奥运 我们到底能不能参加棒球的部分 我们今天狗飞火车要来谈 如果这个什么资格赛 什么12强在我们台湾来办 台北没有大巨蛋怎么办 大巨蛋卡在哪里 所以这样 大巨蛋的部分 柯文哲说 大台北地区是不只大巨蛋 包括天母 新装也都可以打 不过你也可以从这边看出来说 大巨蛋他的 那每一句我们看的是林佳龙 林佳龙他 现在是交通部长 跟台中市的卢秀燕市长的 我觉得不太好 应该是相对他应该是要尊重卢秀燕才对 我觉得林佳龙的风度的部分 有待加强 毕竟他是民进党第二大派系的掌门人 其实不应该找这些小动作 郑国会 郑国会的大佬是游锡坤 郑国会的扛把子是林佳龙 就相较于新潮流的段宜康 好我们今天会提到段宜康 那第二段 陈明通今天开记者会 这是陆委会主委 他明天要跟韩国瑜见面 当然简单谈 因为陆委会他就相当于 比较执行方面的角色 我不是很喜欢陆委会的主委 因为他是陈水扁时代的陆委会主委 现在蔡总统还用他 这是个退步 退步不应该 那柯文哲昨天提到说 不要在台湾很独立 又在大陆做生意 这个自由时报的新闻写得很差 那写得很差 你柯文哲明明讲的是大陆 那你用上下引号去引述的时候 你就应该写大陆 而不是写中国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中国跟大陆 他是在统派跟独派两 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统派不会写中国 统派一定讲大陆 那独派就是讲 中国是不讲大陆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柯文哲昨天他讲的是大陆 那你要用上下引号去 去quot去引述他的话 你就应该写大陆 而不是写中国 我今天特别为了跑去调影片 因为我今天早上 我是先看自由时报 柯文哲怎么讲中国呢 我有点狐疑 我就跑去YouTube调影片 调到柯文哲明明讲是大陆 那你怎么可以写稿写中国 这个非常离谱的 这个不应该 就是说站在我们媒体的立场 你要讲中国或讲大陆 或讲中国大陆 那是你 譬如说你是柯文哲 或者你汉国瑜 或是你蔡总统 你要怎么讲都可以 那你新闻媒体报导 是要真善美 你要报导是事实 柯文哲讲的是大陆 你怎么可以把他写成中国 非常严重的这个错误 那段银康提到 那个亚斯伯格症的人 应该是有话直说 我看得很难过 我今天在每年节节目会谈 因为其实柯文哲 根本没有亚斯伯格症 我可不可以请大家告诉大家 他没有亚斯伯格症 不要用骗了 你自己当医生 你的医术 我觉得不知道 你的医德很差 你没有亚斯伯格症 你怎么一天都来讲说 你有亚斯伯格症 那段银康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呢 显然段银康没有听我节目 严厉的谴责啊 他没有亚斯伯格症 请不要再鬼扯了 这很不道德 他自己是医生 还在那边鬼扯这些东西 好 我们第一段看 这个几个主题啊 林卓水的部分 我们稍后再谈 好 那黄国昌的部分 我们简单谈 因为时代利亚换当主席 那今天下午发生的这个 其实是 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新闻 这文化部长郑立军 他在一个尾牙的这个参会啊 就慰问这些资深的艺人 那他在跟这个陈松永 这个寒暄的时候啊 忽然有人过去啊 就 赏了一巴掌 巴楼 就我看到影片了 这个郑立军有点吓到 吓到 那很正常啊 刚刚侯晓明进来我也吓一跳 那郑立军被扒了一下 但是打巴掌是没有 没有很严重的这个伤势 但是 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啦 我觉得这个 当谴责暴力是一定的 那我真的是希望大家 不要去动气 我所了解的这个 这个中正经历堂的部分 去讲话的部分 转型正义的部分 相较于张天青啊 我们是我们是比较的嘛 相较于之前的张天青 其实郑立军在这部分 我认为啦 以我的标准看 我觉得他做的不错 我觉得他做的不错 至少比张天青好一百倍 你说文化部队 比如说中正经历堂 有要拆吗 没有要拆啊 目前 至少目前没有嘛 有要去讲吗 目前看也没有 他有没有开会 有开会 有没有各种意见的讨论 有 这还没有决定啊 还没有决定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对郑立军个人也好 对民进党 蔡政府的转型正义也好 你有什么意见呢 要怎么处理 很简单嘛 很简单嘛 你就用选票 把他拉下就好了 我们之前不是谈口义歌吗 口义歌凭什么派去 华府凭什么 我觉得很不应该啊 那怎么办 就明年政党轮替 把口义歌叫回来就好了 政党轮替的 外交部长换人的 驻美代表换人的 我就帮你调回来 就这样啊 那你你现在一直骂他 一直骂他 他也不会怎么样啊 同样的 你如果觉得中正经历堂 去讲的部分 你有看法 你有意见 很简单嘛 你选票把他轮替 他就下来了 你想嘛 如果明年是国民党 当选总统 郑立军怎么可能 继续当文化 不可能嘛 所以我跟大家解说 以我的了解 他的这个 就郑立军 他的这个婚姻跟家庭 其实很美满 他老公那边 这个日子过得很好 他小朋友 他办不着去做这个 我讲实在话 就是说 那要担定什么的 他现在这是 部分区里 为他去做这个 这个文化部的部门 他也可以不要做 他也可以不要做 那我要讲就是说 蓝的跟绿的 或是白的什么的 我们对暴力东西 一定要尽量把它降低 那你说完全避免是 这个理想上 是应该这样子 那这个 如果有人会以为 去打人的是英雄 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想 那我说他 郑立军爱的这一巴掌 其实整个焦点 都被模糊掉 都被模糊掉 那我是希望大家 不要助长 这个这种行为 我今天在赵先生节目 我讲 我说如果这个巴掌 是在明年的总统大选 投票前三天 呼这一巴掌 郑立军爱了一巴掌 那还得了 那还得了 你记不记那个 微星管事件 几个国民党立委 跑去冲那个 西洋庭的那个 竞选总部 鸡飞狗跳 当然因为那次 马英九跟西洋庭的 民调差太远了 所以这个 选情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如果在这个 明天的总统立委 选举前三天 又有人这个动出 各种的什么纠纷 那一定会影响到选情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是这个 因为这个很现实的 我讲这个很现实 来 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话语权 也就是说 你动气是没有用的 哇这个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讲 动气是没有用 今天刚好 四伟牙遇到政地军 你终究你是要拿到 这个话语权 那这话语权 要怎么获得呢 不是说 比大声 比凶狠 呛三字经 骂人什么的 不是 不是 话语权的赋予 是你透过民主的选举 拿到执政权 那你就有话语权了 就这么简单 这没有什么 什么高声 你就是这样 所以我特别的 在拜托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 听众朋友 我们真的是不要去 把它 扭曲或英雄化 不应该 你可以对 这个转型阵营 对去讲 有任何的意见 看法可以 但是不能动手 这么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 那我现在的标题 不要当猪队友 不要当猪队友 我讲这个很现实 其实你是帮的 郑立军 你是帮的蔡英文 那你觉得 我出了一口气 你是在帮倒忙 你对这个有意见 你就是应该赶快 去帮忙拉票 郭平东尉 郭酸林 帮他拉票 然后让国民党 政党轮替 话语权就变国民党 其实就转型正义 尤其中正经验堂的部分 我还是给郑立军肯定 毕竟他能够让统的 读的都坐下来谈 当然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刚强的 当然目前还在 还在这个那个 好 我们来看这个 时代力量换党主席 黄国昌 为了护兰宣布 他不连任 对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而言 换党主席 是有点 诧异 就是黄国昌 因为时代力量是个非常小的政党 如果跟国民党跟民党比起来 但他是立法院的第三大的党团 好像五个立委 他有三个区立委 然后 三个区立委 对 两个不分区 那有人就讲说 是不是因为黄国昌 被网军攻击 那林昌佐说 他跟时代力量都没有网军 Freddy 今天还gay 你都没有网军 今天还gay 之前有前党工在PTT爆料 2017年的时候爆料说 有网军在带风向 带风向 我今天遇到那个简余彦 我学姐 我好多年没见了 他都没变 好奇怪 我变老了 然后快突了 但他都没变 那我就故意去cue他 他之前在这个 去年的三月 2018年三月 他指控这个 柯文哲 柯文哲他的 这个网路 网军在带风向 好 其实如果你去看说 这个 时代力量的前党工的爆料 还有简余彦 对柯文哲网军的爆料 好 所以我一再的跟这个 我们网路的朋友 特别批批的朋友讲说 这个 不要啦 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不要被人家影响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良心的建议 那我觉得时代力量 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他是 立白恩的第三大的党团 当然他的人数跟影响力 是没有办法跟民进党 国民党比 没有办法比 那当年的时代力量 我的期许是 我希望时代力量能够去 好好的做 至少把这个朝野协商那部分 把之前王金平跟柯建民在干什么 做个处理 因为 其实Freddy跟黄国 我是不认识黄国昌 我认识Freddy 我无意介入他们 时代力量里面 跟他们 他很简单 就两个路线 一个路线比较偏向Freddy Freddy他们说我们就是小绿 民进党是大绿 我们是小绿 那既然都是绿 大小之分兄弟之分 这大概就是 同一个方向 这是林昌佐的路线 是这样 那黄国昌在想法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自己的路 我们不要当小绿 我们时代力量 走我们的路线出来 那我个人 我个人 我比较希望是走黄国昌的路线 听到没有 我的心愿很简单 我希望把这20年 20年会不会太短了 因为王金平1976就当立委了 20年好了 我们就20年 现在是2019 我们从19 1999 20年 我可不可以了解 这20年来立法院的朝野协商 瞧了什么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 我可不可以知道立法院在瞧什么 我之前跟他说 所有禁赴恶毒的案子 我都有意见 我都有意见 为什么禁赴恶毒 为什么 你在急什么 你在怕什么 我本来希望时代力 对不起 我本来希望时代力量 我补充一下水分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天气比较那个 我本来希望时代力量的角色是这个 譬如说 2013年的会计法修正案 王金平跟柯建民两个胡搞瞎搞 就把整个除罪化 那时候国民党的立委赖世保 他是国民党的党团干部 你朝野协商党团干部要签名 赖世保说我不签 赖世保你知道 他是国民党竹签名的这个立委 赖世保说 这我怎么签得下去 我不签 不敢签 那时候上街抗议的人是谁 叫做黄国昌 那你现在当立委了 你是党主席 你有党团了 我只想知道说 2013年会计法修正案 王金平跟柯建民去闭什么棒 我的要求有过婚吗 我有苛求吗 我又不是开类设施 我有苛求他吗 我只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什么立法院 还搞什么副议 那时候党主席是 收金兄 那时候民党党主席 苏贞昌 苏贞昌出来道歉 马英九也说 全部的人都出来道歉了 只有王金平没道歉了 2013年的会计法修正案 我只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有苛求 结果你时代力量就去拉 组2016建立反应中 我还是不晓得他们在吵什么 所以 我坦白说 我有点失望 我有点失望 好我们来看这个林卓水 林卓水今天又呛韩国瑜 他说高雄发大财 太神奇太伟大 我基本上我是 同意林卓水的看法 同意林卓水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今天的中国时报 今天的中国时报 头版头 这个也很好 那我觉得你在其他报的 头版头做的 这个新闻我就觉得有点 当然每个报的 他的切的角度不一样 那韩国瑜他讲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只有中国时报做头版头 我是有点差异 我是有点差异 因为毕竟他这个才是 这个重点 重点是这个 台湾何去何从 这个才是我们最关键的问题 最关键问题 你不要讲话公事 你又不要中华民国 又不敢独立 何去何从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林卓水 因为林卓水他在 民进党的分量 如果他愿意接受 蔡英文的酬庸 去混个董事长 混个总经理 一个月二三十万 有办公室 有司机 有配车 有随护 有秘书 什么的 一个月二三十万 凉凉凉贵很多 蔡英文用国家的名气 去安抚了很多民进党派系的 这个loser 就立委选不上的 没地方去的 蔡英文就安插了很多 我就不好意思点名了 他林卓水 在民进党的地位 我请他害一个当事长 哪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那他不要 我听老沈 沈大老 我不能叫老沈 要叫沈大老 因为我跟沈大老的儿子 是同年的 同年 我们都1970的 我听沈大老讲 他说 林卓水过得很清贫 清贫 港口过 你这么多民进党 你要臊庸 我不能 你这几年过得很清贫 我觉得这样很好 值得尊敬 那些去分糖果的 那些民进党派系 那些loser 那是会想念多久 每年政党论 你都没念 那为什么称赞林卓水 因为他在讲到 2200万的农余产品 你去看林卓水的脸书 他的意思说 2200万的农余产品 跟所谓的高雄发大财 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他讲的是对的 他讲的是对的 你看到韩国瑜在拼 什么路客观光 什么名人代言 潘仁旭搞的那些点子 那些都是肢结的东西 我可以很肯定的 那都是不重要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不可能 让高雄发大财的 不可能 那高雄要怎么发大财 你一定是整个高雄的产业 要重新的改变 你怎么可能靠 卖农余产品发大财 农余产品 它是基本的让农民跟渔民 他们的生计能够维持 林卓水讲的没有错 不要急着骂他 高雄又要发大财 货卖的出去 人静的来 跟高雄发大财 那个中间是个很大的断点 货卖的出去 人静的来 距离高雄发大财还很遥远 很遥远 产业升级才是正办 林卓水是给他贵 说这买两千两百万就像高雄发大财 以及这种比较酸的心态 可是今天 昨天林卓水认识酸 他今天进一步讲 你这不是只有单纯的农余产品而已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昨天解释给大家听 我说 你要靠 靠这些官员 这是韩国瑜 他自己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这我丈夫带给大家看 没这么简单 也拼经济这么简单 就不用轮到你拼了 是不是这样听这么拼 如果拼经济这么简单 他轮到你来拼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来我带给大家看 这个 我们说这个 拼经济 我们的李总统 拼了十二年 我今天在美人节节目有讲 拼十二年 马总统跟这个 陈总统 也都拼了 我昨天有给大家看 我把字放大 我昨天回去见看 我发现字太小 他说 这个韩国的说 他说 那个野茄子 野茄子 饭店 餐饮业 也生理较好 只能让数十万人受惠 几十万年 野茄子 如果货卖出去 人进得来 他能够受惠人 只有这些人 我们就是都是服务业 我们都是做代工的 所以我们的产值很低 都是毛三道四 毛利很低 就是这样 就是这野茄子 就几十万 土业而已 在韩国给他说 你看 你看后一张 高雄最大的经济命脉在产业 你要这些产业要升级 才能让全部高雄的人能够富足 这我昨天就拿给他 我把这个字放大 所以林卓水的批评对不对 林卓水昨天讲的比较酸 他今天写的是对的 你那两千两百万的农浴产品 是不可能让高雄发大财的 那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证 是说高雄市场以县市的城市 他是没有办法拼经济的 没有办法拼经济的 那个韩国瑜接受日本 那个媒体人专访说 他们去打麻将就好 我专心拼高雄的经济 这句话是错的 韩国瑜讲这句话是错的 高雄市长怎么拼经济 你告诉我 高雄市长可不可以让高雄的产业升级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这样说较快 高雄市长没有办法让高雄产业升级 他要去算 你韩国瑜继续在高雄称称到2024 也轮不到你 你要拼这次 拼2020的总统 我先在高雄市当一任 然后我再来选2020 没有 很多主观客观的因素 是很现实的 韩国瑜自己会吐槽 韩国瑜的小内阁会帮忙吐槽 高雄市是又老又穷 根本没有钱 没钱 我跟他说 高雄市政府一年自收的裁员 只有400多亿 他有将近1000亿是要靠中央补助的 看人面试 看人吃钱 又老又穷 负债3000亿 他怎么会吐槽 我不是帮韩国瑜找借口 大家不要误会 而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去拼经济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拼经济的话 那你就是应该去选总统 如果韩国瑜你讲说 我都冲雅琪啊 冲观光客啦 冲民宿啦 什么爱情产业链啦 什么爱河啦 什么名人戴言光光 什么陈文茜啊 白冰冰啊 说什么彭家家也要去的 什么 那些东西都是浮面的 那些东西都是浮面的 潘恒旭弄的那些都是 我讲句实在话 因为潘恒旭是老朋友 都是鬼点子啊 每天放新闻 放消息 谁要来代言啊 之前讲到谁啊 邓紫棋 你到底跟人家讲好了没 之前更早之前 什么阿诺史瓦辛格 那些东西都是虚的 那些东西都跟产业升级无关啊 那我跟大家把丑话讲到前面 就算韩国瑜当选总统 就算韩国瑜完全执政 就是他当总统 然后立法院又是他的党 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拼经济也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听到没听到 我是韩粉吗 我不是韩粉 我不是韩粉 所以我说 就算他当选总统 他完全执政 他拼经济产业升级 不一定会成功 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不是韩粉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他留在高雄当高雄市长 产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你去问那些财经专家 高雄市长能让高雄产业升级吗 不可能 他只能像潘恒旭一样 去玩那些花絮 玩那些促销的手段 那个东西跟产业升级差十万八千里 那个只有治标没有资本 你如果真的是要拼经济的话 你只有当总统才有可能 所以韩国瑜应该选2020的总统 县市的层级是没有办法拼经济的 因为我跟各位说 县市政府他只能执行 县市政府根本没有钱 钱是控制在中央手上 中央才有政策工具去做产业 那你看李登辉也讲 陈水扁也讲 马英九也讲 蔡英文也讲 每个总统都知道拼经济 为什么通通失败呢 为什么通通失败 大家都知道 如果拼经济的民调 reputation会很好 可是为什么拼经济都失败呢 因为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说 就算韩国瑜当选 拼经济也不会成功 但是他继续当高雄市长 是不可能产业升级的 我希望大家再想想我讲的 费地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今天陆委会 有一个记者会 春节 其他部会也会有 春节之前谈话 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 他以前是台大的教授 以前是陈水扁的陆委会主委 现在又变蔡总统的陆委会主委 刚刚给大家看韩国瑜 他质疑这个部分 到底是何去何从 你又不要九二共事 你又不爱中华民国 你又不敢独立 我们何去 你要带2300万人去哪里 陈明通的回应 他说这是假议题 如果是假议题 你明天去高雄 跟韩国瑜见面干嘛 你简直莫名其妙 韩国瑜讲的 这个是不是假议题 不是他讲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去谈呼巴掌 不要再谈孙安佐 这个才是重点 我就跟你讲说 前赋讲过 大陆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 我勾尾虚雕 我说两岸政策是所有政策的上位政策 你两岸问题不解决 你讲那些其他都是肢解 我们刚前面那段讲产业升级 产业要怎么升级 我们40%的出口卖去大陆跟香港 要怎么升级 我说我之前问大家 我们有多少GDP是虚胖的 工厂都搬走了 产业都搬走了 只剩下母公司在台湾 那这样子那个产值在哪里 我缴税啊 是啊 你工厂转的人都不是我们台湾人啊 都是那边的内地那边的人 那你这个 我要回应陈明通 这不是假议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你如果认为韩国瑜讲是假议题 那你明天就不要见面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我问大家 以前你有看过陆委会主委 跑去见直加市市长吗 从来没有 那你耍这个宝干嘛 干嘛 莫名其妙 昨天啊 蔡总统有接见外宾 一个美国的智库的访问团 总统府的新闻稿 588字 从头到尾没有中华民国 没有 从头到尾去台湾台湾台湾 我就跟你讲 我昨天跟你讲 他不爱讲中华民国 我是有所本的 我就不讲嘛 我是中华民国总统 我不讲中华民国啊 我就喜欢讲台湾啊 怎么样 不要生气 明年用选票把他拉下来就好了 你也不要打他 不要骂他 用选票 那个话语权啊 所以我昨天跟谢龙介同台啊 昨天在那个中天的深喉咙 你看谢龙介 他不光国的台湾 他都这么战争了啊 你自头到要听 都要听他说的都是中华民国 他没你说什么 中华民国台湾的啦 他就是中华民国啊 我现在不晓得 为什么中华民国的总统 不喜欢讲中华民国 这很奇怪 陈明松说 九二共事缠斗很多年 没有兴趣再讨论 那你就回台大当教授 你就回台大当教授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应该去换人啊 不要再用这种阿扁时代的官员 因为十几年啊 妈的八年嘛 小英总统做两年要十年去啊 你怎么用回锅 现在都喜欢用回锅肉 还是什么 就是很奇怪 那陈明松曾经秩许 他是去大陆最多次的 陆委会主委 臭屁啊 我以前去大陆很多次 两岸关系又比较好吗 你去大陆很多次又怎么样 两岸关系也没 我跟你讲 国台办跟陆委会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你看有时候 国台办陆委会讲什么都不讲 为什么 根本不是你们决定 轮不到你们决定啊 你们只是一个放话的工业 像那个 那个美国那个副总统啊 那个潘斯啊 每次都出来讲一大堆 有的他讲的根本不重要 为什么 你就是来放话的嘛 陆委会跟国台办的功能 就是放话 明天礼拜三 国台办又有记者会 你要跟国台办能讲什么 好 那这个科匹啊 陈明通我讲那个 呼吁台湾共事 今天的记者会讲台湾共事 那为什么不是中华民国共事呢 陆委会主委也不喜欢讲中华民国 所以 听到没有 终究是得面对这个问题 我不常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去北京用台胞证 为什么去东京用护照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去北京用台胞证 去东京用护照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国家 现在是个 在很尴尬的情形之下 为什么去北京用台胞证 去东京用护照 所以 我真的是鼓励大家 我们要多讲中华民国 如果我们自己不认为 我们是中华民国 那 谁要理我们 那你说陈水北 那八年的洗脑有没有用 其实是有用的 那时候不是一直去讲去中吗 在陈水扁贪污的 那后面那几年 胡搞瞎搞 什么中船就赶你改台船 然后改都乱七八糟 不是 所以 你看很简单 你看陈水扁后面几年乱搞 马英九执政就把他拉下来了 用选票拉 政党轮替就变这样子 所以 不要动气 不要那个塞性地 不要动手动脚 那暴力是不对的 用选票来决定 好不好 这特别跟大家报告 好 柯文哲昨天在回应 这个 段宜康的那个 他讲 不要在台湾喊独立 又在大陆做生意 很好 我某个程度而言 我声援柯文哲讲这个 那柯文哲要 段宜康先吞曲棍球 那我是反对 因为你就是把两件事情 和在一起 段宜康可以批评你 你也可以批评段宜康 你说段宜康你先把曲棍球吞了 问题 段宜康跟曲棍球有关的事情 跟你你们两个最近在朝鲜 其实是无关的 一码归一码 那谁在台湾喊独立 又跑去大陆做生意 我很好奇 段宜康一说 柯文哲你这样这样讲 那你点名 你点名 你告诉大家 谁在台湾喊台独 然后又跑去大陆做生意 习近平之前有类似的讲话 习近平说 不能吃共产党的饭 又砸共产党的锅 这是习大大之前讲的 你看柯文哲讲的跟习近平讲的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意思是差不多了 段宜康说 亚斯伯格症的人应该是有话直说 那我一再跟大家报告 柯文哲他没有经过确诊 他以为他有亚斯伯格症 那用这种方式去当理由跟借口 是非常不应该 拜托段宜康 我不认识段宜康 我也没有他的line 也没有他的电话 请认识段宜康 诶 陈慧文公 柯匹亚没有亚斯伯格症 你不要再乱讲了 他没有亚斯伯格症 好不好 拜托大家 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对亚斯伯格症的病友 还有家属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段宜康讲这个话 其实也不太对 他说亚斯伯格症应该有话直说 也不见得是这样子 就我们在做评论 在做发言的时候 遇到那个病的部分 特别的谨慎 比如说你讲什么神经病 这个不好 不要讲神经病 就是精神观能方面 身心的健康的部分的问题 应该讲的比较 像科文者 亚斯伯格症 那个就是在消费 非常的不好 好 那之前蔡总统 在2010年跟马总统 辩论埃克华之后 蔡总统提到 那时候蔡主席 两岸太子党 谁是两岸太子党 去年的7月15号 我连日期都会被啊 民进党全代会 去年7月15号 蔡总统指控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有很多买办集团 买办集团 买办集团很难听的名字 名词啊 买办集团 那两岸太子党是谁 是谁 买办集团是谁 讲清楚啊 我同意段宜康讲的啊 你不要含沙色影啊 你也不用什么 那你说 柯P说 不要在台湾喊台独 又跑去中国做生意 我大陆做生意 我同意啊 是谁呢 是谁 我希望借由这样子的follow 让我们去面对说 到底我们有多依赖大陆啊 到底我们多依赖人家 我们多少人住在那里不知道 我们多少GDP是虚胖的 也不知道 啊这边讲说 哎这个什么九二共事的啊 什么一中各表 大家一国两制 大家骂来骂去 其实我们距离真相还非常的遥远 啊 有没有柯文哲讲那种说 在台湾喊台独又跑去大陆做生意的 我想是有 我想是有 好 那告诉大家是谁 好 那段宜康说 那你就直接讲出来啊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哎 那你 说的好像真的啊 好 有没有商业台独 什么叫做商业台独 我 我说我主张台独 我不是为了台独的理想 我是要赚钱啊 有没有募款台独 我就每天办募款餐会啊 叫你来土内啊 卖餐券啊 出书啊 好 有没有商业台独 有没有募款的台独 同样的 有没有商业的统一 哎 我主张啊 啊 中华民国 中国 我 我是同派的 为了什么 为了我在大陆做生意啊 之前媒体有报导啊 有些国民党的中常委啊 他为什么要拼中常委 国民党中常委有几个名字 根本没听都没听过 他 他要那个title干嘛 他要国民党中常委 这个title干嘛 他要给你台独做生意啊 这个叫做商业统一啊 我可能不是真的想要统一 但是我要 那个红利 我要那个钱啊 我要那个bonus啊 有没有商业台独 有没有商业统一 有没有专门在募款的 专门在土内的 有没有 不管统独啊 要讲清楚啊 那 听见没有 我讲不出来是谁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但是 以我一点点的新闻经验 我认为这两种人都有 一定有的嘛 有的这些是谁 我管你是蓝的绿的 统的独的 我觉得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你压根里 你不是那么认同统一 你也不是那么想独立 你只是想获得统一跟独立的那个 那个利益而已啊 那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 听没有 有些朋友 他是真的想统一 有些朋友是真的想独立 甚至为了独立 为了统一 他牺牲生命 他都无所谓啊 这样的朋友 我是很尊敬的 不管你是统的 独的 我都很尊敬的 因为你不是为了你的利益嘛 而是统独是真的是你的理想嘛 你的信念 我尊重你 不管你是哪一边的 我都尊重你 那有人是不是在操作这个 假装我是统派 假装我是独派 我就来拼这个啊 我来宣企啊 我来做生理啊 我来募款啊 我来搞运动啊 你真的想独立 真的想统一吗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很好 所以我跟蔡总统 你那个什么两岸太子党啊 什么买办集团 这有很多事情 来 乡亲 我们来开航南的call in 等会 0223-63-9955 控日23-63-95 这几天在那个脸书啊 有几位听众没跟人说 打了好几年都没打进来 还有打一百多次没打进来的 拍赛 我跟大家抱歉 因为我们电话 不见得那么好打了 当然有人有特殊的call in的技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打 因为这个 谢谢大家的捧场 我们来问我们既定的这个题目 022-363-9955 来 北断暖参你好 喂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姓你好 我住台北 我姓李 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那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两岸关系本质就是一个分裂中的国家 两岸是一家人吗 分裂中的国家就同一个国家 怎么怎么不是 这个用一家人好像有一点 变成亲属关系 李先生我换个问吧 我把我第一题的问题换一下 请问两岸是一家人吗 两岸是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政治观念 那你如果说是不是一家人 如果通俗观念 我是当然是赞成 李先生那第二题 那如果一直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我觉得现在好像也只能这样 不然怎么办 只能继续拖 因为台湾的内在情势 你看台湾有统有独 有各种意见的人 自己都找不定了 你说再去跟大陆谈 你根本就没有基础 李先生那如果统一的话 我们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就看怎么统一 这个拖个一二十年以后 就变成说如果说台湾经济 已经变成 现在已经高度依赖大陆了 是 41%的出口是 是大陆人买去的 对 他只要给你削减个 不要说多少 他削减三分之一 台湾就完蛋了 你先那独立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独立看 台湾更不可能独立 我认为这个是假议题 好 那给蔡总统两岸政策 正面的建议来 我看你跟他建议都没用 因为他自己 他已经 他在选举上 他不能够改变他的立场 正面的建议都没用就对了 你根本他自己 他很聪明的人 他脑袋那么好 他其实做了他自己最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最 最有力的选择 李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你 题外话好不好 我比较冒昧 你听我的节目多久了 听到好几年了吧 一两年吧 两三年了 一两年两三年 李先生我的感觉了 我这样讲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了 你刚回答那几题 我觉得很像我们之前扣印 可能题目的定义上 可能跟你想的不是那么的一样了 没有了 因为我知道你问的是比较浅白的 就通俗的了 但也许最适合很多人 你这样问人 其实很容易回答了 但是你如果问深一点的政治性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李先生谢谢你了 谢谢谢谢 谢谢了 来022363995 来贝利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你好 我是基隆小白 基隆的小白你好 小白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 你听多久了 应该十几年有吧 十几年 小白 去年有扣印啊 你去年有扣印啊 来来来 第一题来 小白我问一下你的答案有改吗 应该是算有改 好来第一题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去年的话我所说的是敌人 那今年的话我会觉得是 应该是说合作伙伴 去年你的答案是敌人 对 然后今年的答案是合作伙伴 为什么 应该是说如果用政治的立场去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两岸是应该是敌对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 比较未来的看法 觉得可以先要合作伙伴 来做下一段的一个目标 那小白两岸是一家人吗 对个人来讲不是啊 因为我又没有亲戚在那边 不是你你个人啊 我不是关你个人 小白你误会我意思 你说你两岸是合作伙伴 那两岸是一家人吗 如果合作的好当然就一家人啊 如果合作不好你看那个 那个什么兄弟为了财产 然后撕破脸的你说你跟他讲会一家人吗 一定不是的啊 财产是一家人的一家人 第二题来 如果一直划去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我自己觉得啦 托对老百姓来讲是不利的 托对老百姓是不利的 好那如果统一的话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我是觉得应该说统一跟独立啊应该都假意 应该老实说那种东西只是政治到底要不要继续堵下去而已啊 你去年也是这样打吗 我去年我是说人民币的关系 但是我后来我就觉得不能这样 应该是说应该要有未来前瞻性 我还是说要用合作的方式去继续参加去 所以你说统独的代价是假议题就对了 对 我觉得你还挺想意 在我们中国的现法中 小白我没有时间 最后一题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建议来 如果要对统派的人有很好的话 就继续说一个中国就是一个自由的中国 那就可以有机会了 一个中国是一个自由的中国 对那我自己觉得这个转期间 小白谢谢你小白谢谢 我时间的关系 一个中国是自由的中国 我回去再想想 贝勒晚餐我是陈辉 我们还在接通库宁来 022363995 贝勒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 你好 我是网友大哥 你好您住哪个贵姓你好 我是台北阿七 阿七嘿 你是有备的来 有备的来 阿七来我们从第一题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两岸关系本质我觉得以我个人的话 就是国与国关系 一边一国 对我们并不是 就血缘关系算说 比如说我外公外婆 我确实知道那边还有亲人 我现在也可以找到 但是以我个人的话 就真的是国与国关系 好 那第二题如果一字花句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第二题我觉得 辉文他原本原本的题目 是这样拖下去 我觉得关键就是这样拖下去 我觉得 蔡英文这样拖下去 他是标准的 半同水想盯上 买了又假的 所以我觉得就算没有 中国大陆这方面跟我们压力 我们这样拖下去也不好 何况他对中国的任何反应都是 拖下去是不利的 不利的 阿七 阿七我没有办法让你这样深沦 我50几分的 不好意思 如果统一的话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的代价 我觉得对了 像民生跟经济都会受到影响 民生跟经济 因为大陆会有很多人来工作 他会各层面都会 这个是统一的代价 对统一的代价 那独立的代价是什么 独立代价 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变成可能会求他们 希望统一 因为我根本没有条件看不好 我们可能独立一阵子 然后之后我们破语无奈 我们还是要求跟他统一 阿七给蔡总统 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来 我觉得刑事比人强 我觉得不需要说什么都要正面跟他冲突 我们可以他讲他的 我们讲我们的 但是在大方向上 我们就蹭一点好处 看国家实力坚强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转机 阿七谢谢 谢谢你 不好意思 谢谢阿七 来 我们这么好的关键 我们美智区的国车 比较敢说 不好意思 来 美智区是林家隆 林家隆说 我是台湾的交通部长 林家隆 你这个交通部长是政治任命的 你不是选票换来的 所以请林家隆你谦卑一点 你是输给卢秀燕20万票 没这么臭皮 但是林家隆他的个性 就是一直这么臭屁 我也没办法 个性决定命运 那狗飞火车是大巨蛋 会不会能不能棒球比赛 是目前就算全面东攻 也来不及 柯文哲昨天回应说 不要牵托一大堆理由 你当了四年的台北市长 四年 那大巨蛋卡在那里 然后说不要牵托一大堆理由 我不知道是谁在牵托了 那大巨蛋如何落幕呢 当初柯文哲讲说 拆弹或拆商场 拆弹或拆商场 二选一 很好啊 还有一个经典赛的检讨 那刚还有脸书的朋友在讲说 那个什么魏全龙那个 这经典赛 现在2017年3月 现在2019年的1月 快两年了 我们经典赛检讨了什么 所以我跟大家讲很简单 我们我们的个性就是 今天公计明天旺季啊 当初经典赛 兵败如山倒带 哦这个棒球怎么样 怎么改进 是不是讲一大堆 是不是讲一大堆 然后我们有去做吗 不是说是国球吗 现在一转以后 明年就东京奥运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当然是要帮中华队加油 我们自己国家 我们的球队 但问题是 我们到底检讨了什么 如果魏全龙要开第五队 那开啊 那职棒 今年是职棒30年 只有四支球队 前两年 有些球队他把主力球员都赶走啊 我不要 我不要 这个不虚约 那个不虚约 为什么 真相是什么 不知道 也不是很多人在乎啦 就 不说啊 就看啊 看啊 我不要去针对 哪一个职棒球队去点名啊 那些一转眼 奥运又要打的 资格赛 有什么 12强又要打的 如果中华队又被 譬如说又被韩国 因为日本是地主国 他直接保障 我真的不晓得结果会怎样 只能帮中华队加油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见 拜拜